哈喽,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尖由训练科技所主办的威力导演相片大师线上研讨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Steven,那这个是威导女神,燕秋老师,那我们现在有将近300个观众在线上哦,很期待,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其实很多实体活动都没办法, 那因为刚好9月份是威力导演一年一度的大改版,所以我们今年呢,特别透过直播的方式来进行这一场新品的发表跟介绍,那当然是邀请到我们威导的最佳代言人,威导女神,永远25岁的燕秋老师来为大家进行这个威导的说明,2828就好,28吗?28,OK,好,今天赶28,又老三岁,OK,好,那这个今天呢,我们直播的方式是透过训练科技的U简报来做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在你们视窗的左手边,如果你今天用的是电脑的话,左手边这边有留言区,那刚刚有观众问说,是不是只能透过留言跟燕秋老师互动 没有错,在课程进行中呢,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透过留言区提出问题,我们会有线上小编为各位解答哦,那如果大家觉得说,谁的问题真的是太棒了,你可以在他留言旁边按个赞 我们在最后QA的部分呢,我们也会选出这个战术最多的几个问题,由燕秋老师回答 那大家是不是很想跟燕秋老师互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活动最后呢,也有一个特别的时间是Q&A的时间 我们会开放语音Q&A,由燕秋老师call out给大家,让大家来提问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待到活动的最后,然后课程中间要专心听,因为老师会不时的会有一些这个service 小惊喜,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活动流程哦,那我们今天呢,在开场之后呢,我们会分成上下半场 上半场有70分钟,燕秋老师上半场我们会讲什么呢? 好,你果然是忘了哦 我们上半场的部分,老师会先从相片大师开始讲起哦 因为在一般我们制作一些影片的时候,其实相片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素材来源 那当你的照片拍了,如果不是很好,或者是说我照片可能要做一些基本的编修 编修完之后,我们再拿到威力导演来使用的话 所以呢,一开始会先从相片大师开始来介绍,那有多了时间呢,我才会接到威力导演 OK,那这是上半场部分,那我们中场会有10分钟休息时间 就是大家如果手滑想要去买威力导演,可以透过我们线上商场买 或者大家等一下晚一点想要去买呢,也可以到山井的台北,台中,高雄的店面购买 我们都有这早鸟优惠 那下半场部分呢,燕秋老师会准备50分钟的课程 会介绍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威力导演新版功能 没有错,老师提到威力导演新版功能 这个是威力导演其实是2001年推出 今年已经是第20版 那20版其实我们加了非常多新功能 像比如说最近大家最热门的AI 我们有很多AI功能 比如说大家今天呢 下雨天出去拍片或阴天出去拍片 天空不好看 没关系,AI帮你换成大晴天 或者帮你换成很漂亮的晚霞 或者是星空 透过AI的方式 那如果大家在这个影片编辑头 有些相片的素材 我要去做人物的去备 AI帮你去 你都不用自己去做遮罩 那另外如果拍片的时候有噪音怎么办 AI帮你把噪音干掉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AI的功能 等一下燕秋老师都会在下半场的时候 帮我们介绍 那另外还有这个 我们其实这几年在推的 就是威力导演365版本 365版本呢 我们在这一版增加了一个真的非常棒 连我自己都非常喜欢的功能 就是我们内建超过800万笔的这个影片 相片跟音乐音效素材 那这些不是这个大家随便去到处乱找的素材 我们是这个去谈的授权 包括Shutterstock跟Istock 这两个最知名的这个影音素材库 所以如果是365的订阅户呢 就可以使用这超过800万笔的影片 这个影音素材 不管你要找绿幕啦 或空拍啦 或城市啦 或自然等等 不同的影片里头都会有非常丰富的素材 那么刚刚前面提到 其实威力导演今年从2001年上市到现在已经是20年了 今年2021年 那燕秋老师其实也跟我们跟了20年了 对 燕秋老师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教威力导演 今年终于28了 真的 我小时候的妈妈肚子里就准备酝酿在学 真的 所以今天呢 其实燕秋老师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金石 这个没有彩排耶 真的没有彩排哦 这是现场的 这是要给燕秋老师的20年有成 这是训练服务20年才会有 会有10年有成 20年有成 小弟在下连10年都还没拿 恭喜燕秋老师 来到我们今天20年有成 亲爱的同学 我真的没有教这么久好不好 我还是很年轻 我真的没有20年了 感觉很大年轻 这样一定要知道了 这样不行 你现在28而已啊 对对对 老师8岁就开始神童 软体神童 对 大家恭喜老师 大家这个刷一排花好不好 给一排赞 在留言区刷一排赞 我帮老师先放到后面的架子上 好 对 20年有成 好可怕 我的青春岁月都在威力导演了 你现在还是很青春啊 你的青春是无限延长的 非常好 OK 好 那我这前面真的废话讲太多了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时间交给燕秋老师 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直播 那一样 大家如果有问题 在旁边问 然后觉得很棒的 记得按赞 哦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有时候你网路不稳看直播 看到一半如果黑屏 或者画面停住的话 不要担心 不要打119 不要打110 你就是这个网页浏览器重新refresh一下 通常就可以了 那或者你如果今天用APP看的话 就是先退出 再加入一次就可以继续观看哦 那有任何问题 欢迎随时先让提问 我们的小编为各位解答 谢谢 那接着就让我们再次欢迎燕秋老师 谢谢 来刷一排花 刷一排花给老师哦 好 谢谢 谢谢 OK 好 那我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吗 没错 拜拜 拜拜 好 来 不好意思哦 戴口罩讲话会窒息 好 所以老师先把口罩拿下来一下 好 来 好 欢迎各位同学今天线上的参加好不好 对 原来今天是纪念我20岁的生日 对 28 28 来 好 那今年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不得不我们只好改成线上的方式哦 要不然的话 当然就这几个礼拜我就是巡回演出哦 就是北中南三场 那刚才有同学问说 什么时候会有实体的研讨会 或是发表会 这个其实真的还是要看疫情 那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所以呢 我们在疫情没有消失之前 原则上还是尽量会以线上的方式来为主哦 那当然用线上的方式有更好的地方是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不会受限于人数的部分哦 好 来 那等会在介绍的时候啊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 你们都可以直接留言 我们会有小编 就是会在线上为各位解答 那有些问题如果没有办法回答的 那他们会跟老师讲 老师在花一点点时间就是回去看的时候 再帮你们做回复哦 所以就跟各位说明一下下 好来 很期待吧 魏力导演的新版还有相片大师哦 好 那我们今年这个年头已经走到第二十版 其实二十版很多同学都会问说 老师也二十版 那二十有什么样的新功能呢 好 我自己觉得啦 二十呢 会让我觉得在影片剪辑上头 我们在创作者的逻辑上来看 我们只要重视内容想要做什么就好 其他的部分你都可以交给魏力导演 魏力导演呢 帮你做了很多的加强 不管在工具上面的一个功能增强 特效范本的增加 然后呢 输出的方式更改进啦 效能提升等等之类的 他其实对我们在剪辑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跟方便便捷 所以老师今天就花一点时间 为各位介绍一下 工具在新版的部分有哪些的不同哦 好来 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目前来讲呢 在魏力导演的跟 魏力导演跟相片大师 我们都有开设IG 有跟YouTube的频道 那各位可以看到老师简报这边哦 IG目前呢已经超过27万的粉丝 然后魏导呢 YouTube的订阅量 也其实非常的大哦 那这边呢 我想是训练科技 非常的用心 在跟大家来做一些互动 以及让各位来学习不同的创作 你可以订阅他的IG后发现 在IG上面呢 或是在YouTube上头 常常呢 就是会发表一些 创作的一些成品 让各位知道说 原来我们在创作端 除了我们自己本身所认知的 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作品 不同的分享 不同的创作者 所做出来的成品 那你可以知道 原来魏导他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 或相片大师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呢 透过社群的方式 等于是建构一个学习的平台 让大家都可以互相的来进行学习 所以这个平台 我个人也有订阅啦 我是觉得还不错 偶尔会看一下 有什么新的东西 那拿来当成是我教学的激发 就是想法创意的激发 我也觉得还不错哦 好那除了IG之外呢 YouTube目前已经超越20万的 27万笔的粉丝啰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想要透过像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多多的学习 也欢迎各位来订阅哦 来 今天的课程会主力放在365的版本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使用威力导演 或者是相片大师的时候 那你晓得 它的版本有分成 订阅版 还有单机版这两种 那订阅版的话呢 它的功能上真的会多非常的多 所以呢 现在主力 原则上呢 所有的功能的开发上面 都会是以订阅版为主 那当然单机版也会更新啦 它就是一年一版的刷新 所以呢 只要在这一个年度里头 这一个版本 它有什么样的新功能 在下一次的新版跟版的时候 就会上 可是呢 对于 呃 订阅版的同事同学们来讲啊 其实订阅版它是随时 有新的它就会发上去 而且它几乎是每个月 都有新的 范本啦 特效包啦 或功能的更新等等 是非常的棒 然后我在教学的时候 其实这个不是20刚上吗 有同学很可爱 跑来问我说 老师 那个 我是 我是定那个三列五的 那个版本 那不是说20上了吗 我要去哪里找20 我的三列五要去哪里拿到20 我才发现 哦 原来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如何更新订阅版 好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更新 好不好 如果同学们呢 是购买365版本的时候啊 来 你看老师电脑 老师电脑的右下角这边 好 通知区域的位置 放大一点点 来这里 它有这一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 Appension Manager 它是一个内容管理的功能 你只要在它上头哦 按滑鼠的右键启动它 或是快按两下都可以哦 好 启动之后呢 它会透过网页的方式来进行检查 它里面可以拿到什么 它可以拿到软体的更新 所以呢 如果我们常常有一些 例如说新的界面 UI更改 或者是功能的增强 其实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画面 马上看得到 看到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跟版 那它就会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其实365是非常的方便的在于软体的取得上面 你只要进来登录您的账号后 好 下面的功能都会有 好 那除了软体的更新之外呢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在左侧的扩充内容 它左侧的这边扩充内容的地方啊 你看我点进去 有一些风格档啦 然后有一些音乐啦 等等都可以下载哦 而且我真的觉得它的范本超多的 然后呢我就会陷入抉择 好不好 那个选择障碍 因为我的硬碟没那么大 所以呢如果我所有东西全部装下 其实我硬碟几乎是会爆掉 那他们每个月又出那么多的套件包 真的是不晓得是要难过还是要高兴 我每次都要挑 这个好这个好 然后下载 其他的再把它移掉等等的 因为硬碟不够大的关系 可是呢这个对我们创作者来讲 它真的会非常的方便 我只要需要什么样的范本 我不用怕版权 我当然上面都可以找得到范本 那还有音乐跟字形 然后这个字形啊 之前有学生问我说 老师那如果我在这里装了这些字形 我电脑其他的软体可以用吗 如果我要编辑文书处理 我要做其他的简报 那我可以用吗 答案是可以 因为我有用 就是我在电脑里面 所有软体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在这一个application manager里头啊 你就可以去根本 你所有的软体的部分 跟你的特效范本 它上面都有 那记得偶尔都来逛一下下 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内容可以来更新哦 这是第一个 如何跟版哦 跟版的部分 好 再来 那如何跟版之外呢 当然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如果你要下载一些风格档 下载一些特效范本 其实我们从刚才的application manager的旁边 这里一样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去进行下载都是可以用的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3.5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取得 好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有出了Mac的版本 好 我想现在同学们都有看到老师的电脑 对不对 好 假的啦 我是Mac的外壳 Windows的血肉 OK 我是装Windows版本 好 那当然它有Mac版 老师也可以装Mac啦 为什么我没有 原因是因为呀 你看这20年头来 Wiligang经过这么多的版本的改版 其实都是在Windows 然后它的Mac大概是在前两三年的时候才出来的 所以呢 很多学生就会问我说 老师Windows版跟Mac版一样吗 我诚心跟你们讲 还是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在整个完整功能上来讲 Windows版其实是最完整的 所以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 像我电脑有两台 一台是桌机 我的桌机是iMac 那我iMac我就是装Mac版本 有时候做一些初剪啦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修剪等等 我就在那个地方剪 剪完之后呢 如果我要再做其他的加工 我会把它汇出 输出成档案之后 有一个母片的袋子做完了 我再丢到Windows去加特效 所以我会两台机器同时来进行作业 这样我要剪多支片的时候 我会很方便 但是呢在整个完整功能上来讲 还是Windows是比较完整的 这个还是要跟各位说明一下下 因为毕竟比较晚才出来的嘛 那另外呢在Mac版本呢 之前都是要去下载才会有 现在呢已经有跟 就是Apple这边的App Store有谈好了 所以呢你们可以直接的在App Store里头 电脑版哦 不是手机哦 也不是平板 可以去搜寻威力导演 或是搜寻相片大师 您搜寻到后呢就可以直接下载 取得之后呢可以透过这个界面来进行购买 或者是我可以已经买好365的 我也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取得软体后 登入我的账号就可以来使用了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管道 让你可以取得这样的软体的部分 多了一个新的管道 好那在整个365里面呢 我们今年这个版本中 还是一样没有加其他的成员 我们还是四大成员 第一个威力导演 相片大师 修片的部分的话呢 影片的修色 那是透过Color Director 声音的后制呢是Audio Director 所以我们透过这四套 那今天课程呢 老师会以威力导演 还有相片大师为主来介绍 那当然用过我们训练科技的 威力导演的产品的同学们都知道 在使用上面呢 你可以以威力导演为主 透过威力导演打开之后 修补跟加强的地方 去呼叫相片大师 呼叫Color Director 或是Audio Director 来进行无缝接轨的编辑 所以呢 也不是说你一定是各套各套的打开 去使用它 也不用 你只要透过威力导开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一条龙服务了 帮你们就是在编的过程中 需要编修照片 我就跳到威力导演 不跳到相片大师可以跳来跳去 所以它其实蛮方便的 这是它整个的完整的概念 好那对于版本上面来讲 很多同学都会是问的 就是第一个订阅版 订阅版的话呢 像我们今天活动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大家可以去取得 或者是你们之后呢 活动结束了 你可以透过官网的方式来进行订阅 所以呢订阅版目前是 创意导演 就是四套软体 还有威力导演单套 或相片大师 Audio Director跟Color Director 还没有单套的 就是在订阅版的部分 好另外的话呢 盒装版 其实就是所谓的买断授权版 目前还是延续着早期的逻辑 它就是威导20的旗舰版跟极致版 或者相片大师的极致版 那另外就是组合包的部分 所以先懂 软体的部分 我们的大方向的切割 就是从订阅版跟买断版 就是盒装版来切开来 这样来解 这个也跟各位 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下 对于版本的部分 那订阅版 你只要有订阅延长时间了 当然它的时间使用权限 就会是延长的 可是买断板就要看 没有不差价 它是用升级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是买未导19或18 你可能用升级价 升级成20 然后记得两版内才能够升级 如果你是超过两版 例如说我10或12 我想升级成20 可能就是要购买新品了 就不是用升级价的方式 这个也跟各位大家说明一下 好来 那以上的部分 我们大家简单的说明 整个完整的概念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相片大师 老师为什么会先从相片大师开始讲起 我们今天有两个工具 就是微导跟相片大师 我们就剪辑本身来谈 如果你要剪片 做影像的编修 我们一定要拿到素材 那素材的话 当然照片音乐或者是影片 都是我们原始的素材 编修完毕之后 才会到微导来做 整个后置的处理 所以呢如果再以使用者习惯上来讲 应该是要先从相片大师开始 从相片大师开始去 让你的照片啊 做一些修正加强 后我们再放到威力导演里头 所以老师想从编辑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从相片大师开始讲起 好来 有用过相片大师吗 我们相片大师的PM就坐在我的正对方 看着我讲他的产品 老师压力超级无敌大知道吗 我现在不是线上 现在是几百人 现在 好 我现在不是看到你们320多人的眼睛 我是看到PM的眼睛 压力超级无敌大的 等一下老师讲不好都怪他知道吗 好多他的问题 他软体的问题 好来 好 那相片大师的话呢 跟我们的魏力导演一样 大家在使用创作的时候 其实都会晓得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 素材来源 素材来源取得呢 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不要去用什么免费的素材去找 如果你需要一些照片的话 好 那现在的网络的世界中 取得素材的几率其实非常的高 也很容易 你只要上网去搜寻就会找得到 可是他合法吗 对不对 不知道是不是合法 有时候免费的真的是最贵的 如果他是有问题的照片 其实就会害到你 尤其是公司行号 有时候一赔偿下来 真的已经可以买好几 续约好几年的365了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合法授权 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 那训练这边呢 一直有去跟一些图库来做 就是合作啦 像我们之前就有那个Shutterstock 大概谈了好几年了嘛 今年又引进了新的图库 就是Istock 所以呢 在这个图库部分呢 我个人觉得真的非常好用 因为我自己在做一些教材的时候 我需要素材 我也不用到其他地方去冒险的去找 我只要在相片大师 在卫力导演中 我都可以找得到 来 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把相片大师打开后 像您看老师下面这一堆 除了是我自己拍的之外 其他有些就是在平台上找的 就在图库网站上找的 那如果我要素材的话 当我进到相片大师中 来左下角 这边 你看到没 这一颗图片素材 你要任何的素材 去promote你们家的产品 或是像来的 可能有一些是老师的身份 你要做一些教学影片的一个 呈现的时候 素材就很重要嘛 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叫图片素材 当您点进来之后呢 当然记得要上网哦 好吧 它是网络连线的 好 进来后 这边就有Shutterstock 还有Istock 这两个平台让你来使用 好 那前面的话呢 是它有支援的照片 影片跟声音 在微导的时候 这边就可以拿得到 那我们现在在相片大师啦 所以在相片大师中 它就只有图片素材 你可以透过搜寻 关键字的方式 例如说 我这边找一个 假设桌子找人物 好 它就可以帮我们去找出 有相关的人物 找到之后 你需要的就给它勾起来 你看 解析度的材质 它的照片的素材的解析度 非常的好 那你这样拿进来 做任何的处理 都是非常棒的 只要勾选 好 它就放下来了 按一下下载 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所以旁边的i-stock 也是一样的哦 当你把它切换到 另外一个图库的时候 上面的关键字会留下来 所以你只要切过来 一样的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下载 好 然后就按一下下载 它就会放进来了 好 那下载的素材会在哪里 好 我们在前面的图库位置 帮各位开了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只要是下载后的 全部都会统一的在 这里 好 老师先放到在这儿 好 你会发现这个位置哦 资料夹里面就有一个shutterstock 这边 好 里面就是我下载的素材档 所以老师在上课 如果需要一些素材来辅助的时候 我也可以到网路上去下载 还有这些素材都可以拿进来用 就我觉得这个服务其实真的很方便 就让我们可以快速的拿到 我想要的素材 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新功能的部分的加强 可以加强了这些更多更多的素材 让各位来使用 那除了素材之外呢 拿到素材的开始就要来编修咯 好 来 我们今天这个版本呢 好 老师大概简单的分成三大区块 好 首先第一个是智慧编辑 智慧编辑的话 你刚刚看 有听到斯里芬有说AI这个词有没有 好 之前有学生跟我说 老师到底AI是什么东西 好 反正就要记得 就是有难度的 然后呢 一般人做的不是那么容易做出来 全部都归类到AI 好不好 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 好 所以AI就是帮你自动侦测 帮你快速的自己做出来 它就是属于AI的范畴 好 那AI智慧编辑这一块呢 在下面大师里头有三大工具 都是跟AI有关的 好 那什么叫跟AI有关 就是智慧编辑的逻辑就是 我们在做相片编修的时候 如果各位有用过 其他牌的影像编辑软体 应该都会知道 假如我要做一件事情 例如去背 我可能还要学个套索 有没有 然后套索你还要搞清楚 它的那个套索的方式是什么 去把你的人物框选出来 可是呢 我发现在相片大师 我们后面的这些版本里头 都让各位在使用相片编修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便利 就是方便 简单 很复杂的功能 我们帮你把它模组化 然后模组化这些工具 又是平常很常用到的 你只要进来 点个两三下就做完了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提升效率 所以我把这一类的 老师都把它归类在 智慧编辑的部分 好 那后面还有两个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我们看一下智慧编辑 好 首先第一个智慧编辑的部分的话 好 来AI类型的有三个 第一个 自动色彩强化 编修照片 好 大家都会说 老师 我手机就可以编了 我干嘛拿那个相片大师 那么大的软体来编 好 手机可以编修没有错 可是手机编修啊 它都是就是懒人化 我一键马上修好 但问题是手机编修完的 有时候你的APP 会出的时候 它的解析度会变差 它可能没有到很好 除非你有用 我们的相片大师APP 好不好 它会出的时候 解析度就会不错 但是如果其他的 我就不敢保证 好 那我们在编修上面 因为手机方便的原因在于 它很快速 我只要点一下 就可以马上做好 所以呢 把这个观念 也拿来相片大师 所以在相片大师里面 编修的时候 来我们出了这一个 很好用的工具 叫自动色彩强化 你如果觉得老师 我手机也方便 电脑有没有 有 相片大师就有 就是这个工具 好 那色彩强化的功能是什么 我只要一键 它自动帮您侦测 该亮的 该暗的 饱和度 该强的 模糊的 帮你做 而锐利化的处理 它一次性就帮你做好的 我们看它是怎么做 来 那动作也很简单 例如说 老师现在在这里 好 在相片大师的界面中 那相片大师的界面 跟之前版本是差不多的 如果您是旧用户的话 应该很熟悉 新用户也没有关系 大功能呢 在上头 这里 你可以从上面去切换到 你要的工具 图库呢 就是素材来源 调整大部分就是在调整 我的光线 我的颜色的色偏 等等的 好 引导编修是我们里面 非常强的功能 我们几乎都帮您做成模组化 透过模组的方式 改善您的照片 好 进阶编辑就是图层 我们可以透过进阶编辑 做一些简简单单的一个 创作品等等的 好 那后面的创作可以做换灯编修啦 甚至于列印等等 所以它有分成这六大工具 好 首先呢 老师照片放进来之后 例如说来这一张 这张照片呢 我们拍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有点黄昏了 就是大概晚上 接近傍晚的时候 然后那一天的天气 也没有到很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用手机直接拍 也没有做什么调色等等的 它的原始的样貌就是这样 我希望这张图po到我的IG 可是这样po上就揉了 颜色光线就不太对 感觉像是老师应该会po的东西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来我们进来调整 透过调整的界面 您进来之后 来左侧这一区 同学会发现有好多的功能 有没有 这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叫 自动色彩强化工具 来 我们只要给它勾起来 好 这样就好了 你把它勾起来之后 再来呢 它会另外弹跳出一个界面 好 我们用上面的 双窗格的方式哦 你可以点一下双窗格 看一下 使用前 使用后 有没有 来看这里 强度 强度的部分 您可以就是很 就是很 很无 应该说傻瓜型的做法 我只要自己去拉动强度就好 你看 它就可以让你这样修正 好 该强化的地方 它会自己去简单的做强化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太复杂的 也不太会 我真的还蛮推荐这个工具的 自动就可以马上做色彩强化 所以你看修完之后变这样 本来的样子 而且整个光线啊等等就会差蛮多的哦 好 那你色彩强化完之后哦 来确定 好 我们这张照片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面中看到 来 左下角 这里 可以单个画面看 或是两个一起看 这是两个画面 如果你要再套其他工具的时候 上方呢 一样也可以单张修 单张显示 或者下方有那个小格子的都可以 这是下面大师本来就有的界面哦 好 所以我们这样照片就修好了 修完之后呢 我要把它存出去啊 或再利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把它在另外的汇出就好了 好 那除了可以快速的自动增强色彩之外呢 老师发现哦 其实不是AI 但是老师有发现 CLUP 就是色彩查找功能 色彩查找就是LOT档 我们可以透过内建的LOT档去套 呃 讲白就是滤镜啦 它就是滤镜的概念 把它套上去 又让照片呈现不同的样貌 好 以往呢 我们都要到风格档里头去找 那我发现这个版本 诶 它竟然有这个色彩查找管理员 看起来很好玩 所以我在测功能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它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我进来的时候 如果我想要针对我修好了这张照片哦 再加强 例如你看 给它不同的色调 对 因为那种要营造出不同的岁月感啊 等等 我发现诶 这个功能其实挺好的 整个照片呈现的效果非常的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使用前跟使用后的比较 让你的照片更拥有不同的风格或年代感之类的 好 那除了这边预设的之外呢 在我们新的版本里面啊 它其实有很多的功能 都有像这样的版本档可以下载 这就是365的好处 所以我只要进来后呢 诶老师现在下载的是暗色调 假设呢 我想要温暖柔和的感觉 老师可以点它后 展开 它里面就有12款的色调可以让我用 所以我也不用到网路上去下载 各式各样来路不明的LAT档 我也不想那LAT档到底套完之后能不能看 这时候我们只要用官方出的 你就按一下立即下载 它就可以马上得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范本 直接套用到您的照片上面 好 那因为它下载需要开启 Education Manager 所以它就会先打开它 你就按接受 我就可以抓下来 看这里 超级无敌好用的 所以我在编修的时候 我想要让我的照片有不同风格的时候 那我还蛮推荐这个工具的 你可以不用自己去调色 或者是我根本就不会 没有关系 我们就透过这些功能快速的套用就好 所以这是老师发现在自动强化的下一个 就是色彩查找的部分 那都是跟照片呈现有相关联的 两个工具推荐给各位 好 那色彩查找表或者是自动强化 主要是在修正照片的呈现的效果 拍得不好都可以救回来 都可以调整它 好 那拍得不好救回来这件事啊 除了颜色之外 好 我们有时候呢 想要 嗯 发挥一点点自己的创意 我想要去改一点点颜色 除了刚才这两个 所谓的便捷功能 我套上去了 他会马上帮我改之外呢 来 你看这个 这些简报看起来很厉害 好像很专业一样 有没有 对 我第一次看 我觉得 这个好 这个好 来 这是什么 应该有看过这叫色轮 就我们以往在修色的时候 好 有用过下面大师的同学都知道 早期啦 我们下面大家修颜色的时候 他都是用这种方法 像这个 说实话 还蛮难用的 我自己讲实话 就是我都 皮眼在看我 就是呢 老师这个色相 有没有 这样自己调 我每次调出来 我都跟鬼片一样 它的颜色都很难抓 超级无敌难抓的 好 终于有看到我们的需要了 现在的调色呢 可以不需要再从 两个色域这样拉的方式去调了 它已经增加了第三个 叫三色域的方式 透过色轮的方法去调 你可以去找这张照片中的亮部位置 暗部的位置 跟中间的色调各自去调色 好 那调色的方法怎么做呢 来 老师 各位看一下 好 我们回到这里来 如果老师现在想要进行调色的时候 好 我们找照片一下 来 好 这个功能放在哪 它放在分割色调这个位置 这里 分割色调里面有两个色域跟三个色域 那新版在这儿三个色域 好 例如说老师这张照片 好 那这张照片老师先让它重摄一下 它本来长这样 那我想要让它营造出就是比较冷色的感觉 然后不要这种暗蒙蒙这样暗的 我想要让它亮一点点怎么办 好 我点三色域哦 我想自己调 好 那我要自己调 要怎么调 你看 色轮的好处是它把颜色平铺出来 让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它就不是那一条 那个 叫滑轨的方式 滑感的方式 你只要在这个色轮上 你希望亮布的地方 这张照片中 本来就是偏亮的地方 是什么颜色 你就可以直接点颜色 你一点它就整个套上去 有没有 你的画面 它会直接把颜色都抓出来 你要调色就非常的好调 懂老师意思吗 你看老师就这样直接拉动 好 例如说我挑了蓝色系列的 我找到了哦 好 那我找到蓝色系列之后 还有个技巧 记得一开按键 来 Shift 好 你的那个辅助键 Shift 做什么 老师现在找到这个颜色之后哦 针对这个颜色 我想要让它找饱和度 重一点 就是蓝多一点 或少一点点 怎么做 因为它色轮的做法 你只要动它 例如说老师要拉它 好 老师解释一下 你要把它往外拉 或往内拉 都是在这个颜色的色域的范围 你会发现呢 你拉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这样跑掉 因为它没有一个对齐线的感觉 所以你很容易会这样拉动 它就跑掉了 好 这时候很好玩哦 你按住 Shift键 你看老师先抓好我要颜色 好 Shift按住咯 好 你看它有一条线 然后一条线 这条线就可以保持在这个轨道上头 所以呢 我在拉的时候 我都保持在这个蓝色 那它的饱和度深一点 或浅一点 我可以去抓 所以这时候老师按Shift键之后 它不会乱跑哦 它就在这个颜色上面 超好用的 知道吗 所以你要调你的颜色的时候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工具 好 找到你要的颜色的感觉 然后按住Shift键 再微调它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调好之后呢 整个照片的风格跟颜色的套用 就是你想要的感觉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它的新功能在我们调色上面 会更加的直觉化 你看那个色轮 就算你搞不清那颜色什么安排 你不要理它 你就给它点 它就会出现一样的颜色 然后你就按Shift 它就不会乱跑 这样知道吗 这个技巧很好用 就可以修出你喜欢的颜色 所以这也是在项便大师里头呢 针对工具的部分 让我们更加顺手 那操控性会更好了 我觉得这个工具我还蛮推荐的 那提供给各位 好 所以这是在修 更进阶一点点的时候 我可以用的方法哦 好 来那在编辑上面呢 除了刚才讲的这个颜色类型之外呢 我个人发现 我在使用相片大师啊 相片大师的功能 越来越多所谓的范本 范本就是那种 有的美的 例如说套件啊 或者是像油画效果啦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效果 越来越多了哦 然后呢 越来越多是好事嘛 我们在使用上就会很方便 可是我发现呢 哇塞 它东西也太多了吧 多到我每次要找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找不到我要的 然后呢 要我背名字我也背不起来 因为有时候都用数字 我根本搞不太清楚 后来我发现哦 各位同学 你们在使用相片大师的时候啊 例如说 我套用了某些的功能的时候 好 例如说像我们这张照片哦 老师切换一下 好 假设我现在呢 进来之后套用所谓的 AI风格转换 好 AI风格转换的地方 我们用天空好 来置换天空 这张图要换天空 好 老师如果进来之后要换天空哦 来 你看天空进来后 它这边有很多种模板 它的范本 那下面大师里面会有很多这一类型的模板跟范本 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要注意哦 现在出了一个全新的做法是这样 我们进来后呢 每一个模板范本 旁边都有个这种爱心可以点 爱心就是我的最爱 我喜欢这个范本 我喜欢它后 我给它点它一下 它会放在哪里 它会放在上面这个地方的预设值 下拉 我的最爱 你看到我的最爱这边就会有了 而且吗 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 小小的改版 但是小小的改版会让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很有感觉 因为我找东西就方便非常的多 尤其像字型 那字型好可怕 一展开就哇好几十个上百个的时候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它加进去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功能可以让我们透过我的最爱的方式去收藏你自己的一些内容的管理 这是小小的东西 但蛮有趣的 你们可以自己来试玩看看 好 那我们既然讲到这边之后呢 刚才这个例子我们继续延伸哦 刚才你们听到Sleeveen在介绍有没有 有个功能叫天空置换 很想出去玩吧 好吧 现在已经慢慢疫情在解封中 台湾开始就是大家都出去玩了 好那天空置换这个功能其实是在我们这个20的版本货 相片大师里面蛮主推的 同学要记得哦 天空置换这个工具在威力档也有 威导换的是影片 我们换的是影片 好然后在相片大师呢换的是照片 OK记得哦 所以如果你要换照片 请你到相片大师 换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照片拿到威力导演来使用 好那你看一下老师这一张 呃这是原本的样子 已经难得跑到台东去了 结果遇到天气不好 心情超不好的 所以呢我就给他改一下下变这样 有没有 非常的蓝天白云 好那因为他没有阳光 所以没有打光上去 就是蓝天的效果 好这怎么做出来的 非常简单 老师用的功能就是 置换天空 这是AI的工具 好第三个AI工具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做 一样是这张图哦 老师进来后呢 他放在引导编修 那刚才有跟各位提过 引导编修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模范 看一下 他这些通通都是帮你建制好的 模组化的功能 要用什么工具 只要一点打开 就可以拿来用 非常好用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块的工具 好那我如果希望把这一张天空换掉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 旁边的地方呢 有一个叫相片特效 在相片特效里呢 的第二颗置换天空 好来 我们进到置换天空里头后啊 相片大师里面呢 先预设了一些天空让你来使用 然后你记得哦 他天空啊 只要出现这个云朵的图案的 代表天空会动 他做出来是动态的相片 那动态的相片呢 你可以输出变成GIF档 你可以输出变成影片档 丢到威力导演里面再来整合 好所以这个很有趣哦 好来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呢 如果我想把天空换掉 你可以先学你想要的天空 那想要的天空呢 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同学们可以到商店 同样的同学如果是365的版本 您只要点了天空范本 你看这边很多天空范本 您都可以下载哦 你看还有彩虹天空 对 这边很多天空范本就自己下载 好那老师又下载了一包在这 下载完后呢 您可以点选您的天空范本 好 直接就天空范本点了后来置换它 了解吗 这是一种方法 好第二种呢 我们这边呢也支援了 好老师回到我的范本里哦 好这边预设值 我们往下滑动 它这边也支援了可以让您自己 放入自己的图像 来当成是天空范本 所以你可以把它汇进来 而且吗 它可以汇进来范本自己做 所以它有两种来源 商店跟你自己拍了天空的照片 把它放进来用 好那我们先往下看哦 老师如果要这一张图 因为白天嘛 那点了它之后 这蓝天白雨是真的 有点太蓝了 太明显了 好那通常啊 你会发现这种功能换掉的时候 你的背景跟你的前景 会有点不太搭嘎 因为它是只有换了背景 前景都没有动 很诡异哦 蛮怪的 这一看就好像是假的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往下滑动 往下滑动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下方有一些设定 例如说 老师可以点雨化效果 好地平线 然后呢前景等等 你可以把前景改掉 这个前景工具 就是可以让你前面的图像 符合后面的配色 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 抽换掉的 所以这边可以改 好还有 这个蛮有趣的 你把它打开 点它哦 你会发现 诶什么有一张图 其实那个图 就是天空的位置 可以这样拉动 你看你天空 你要哪一个位置 来 鱼要多一点 那个云多一点 或是少一点 都可以自己去抓 这位置可以自己抓 勾起来 就还原回来了 知道吗 所以这边可以自己去做 简单的一个调整 好那我们还有 进阶天空的设定 例如光晕的效果啦 那整个的光晕的感觉 好 边缘 色温 你可以集体调色温 然后有一点点黄黄 不要那么蓝 一点点黄黄的 曝光值 对 然后面有点 后面的部分 比较 不要那么重闷 又跟前景有点不太搭 你看 这样调起来 是不是好很多了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 置换掉你自己 不同的天空 那我就可以让它 呃呃呈现我想要的风格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工具 那另外你们在调的时候 学习下老师找了这个素材还蛮干净的天空 没有什么路灯一根的啦 或是说一个大树挡住的 如果有这一类型的话呢 好我们这里还可以让你用笔刷 笔刷的方式自己再去微调修改 哪些地方的天空要换掉 哪些地方的天空不要换掉 这个地方的笔刷可以自己去修 所以你可以按下笔刷加号 去涂抹 像这里 去涂抹它 让我的背景的天空可以把它换掉 好那简号的部分就是把它涂掉等等之类 这个可以自己去做一下简单的设定 好了后就是可以按一下确定 看我刚涂掉了就变这样 知道吗 对那它其实平常帮你做的 应该大部分的AI智慧侦测都做得还不错 所以你不一定像老师一样 要去这样涂它 自己呃就评估啦 自己看起实际的状况来做决定 好所以这是在下面大师里面呢 非常特别的一个工具就是智患天空 让我们每一张拍的室外的照片 都是非常的漂亮 可以自己换不同的天空 好 来到目前还可以吧 OK好 我们客服很努力的在加油 好 诶这种课程很可怜你知道吗 我那边自己上很快乐 前面那一排人都没有人在理我 知道吗 偶尔PM看一下我 说这个工人老师这样讲的对不对 我怕说如果我讲错了 他们还这样瞄一下老师 你们要给我鼓励知道吗 谢谢 诶你们其他人要 自己拍我都听不到 继续加油 平常实体课还可以聊聊天 有没有 还可以Cue人机来 然后丢奖品 这样都没有 我就自己一个人傻傻的介绍 好还行吗 都听得懂哦 好用对不对 等一下回去拍一拍 然后呢 赶快把天空换掉 Po到那个 FB好不好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再往下咯 那这个是三大AI 老师已经介绍完 还有一个AI的 好这个功能很好用 很好用很好用哦 这是我自己认为在相片大师里头 我很有感的工具 因为我自己也在教 影像编修的工具 那老师突然觉得 哇这物件分割怎么那么强 好 这个物件分割功能啊 也是AI的一种 但是呢 这个物件分割 它蛮厉害的地方在于 它铺在相片大师的 很多软体的位置 我们都可以快速的去 选取物件 所以其实这个物件分割 听起来想说什么东西 叫物件分割 白话文就是选取啦 它怎么样可以快速的 把物件选起来这件事情 好那我想今天应该很多 我们相片大师的用户吧 对不对 好我们相片大师的用户们 都会知道 在相片大师里面呢 早期啊 我对他最惊艳的功能就是 他的去背真的很强 例如说啦 你看一下老师这里的素材 好 老师这边有抓到人物的 像这个人物的 好 早期的时候呢 他的去背功能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们在进行去背的时候啊 只要点引导边修 我要这个女生哦 然后呢在左侧 左侧的地方呢 这边会有个工具 它叫做去背合成 这个很多人都一定会用到 像例如说我们在做 影片剪辑的时候 我在威力导演里 那我威导里面 假设我拍了像老师的自己的影片 我偶尔会需要做个片头 把老师的影像剪出来 剪出来 好我都怎么做 我大部分都是先到威力导演 开了威导后呢 因为可能在自己录影 我没有拍照片嘛 所以我都会从我自己的影片去剪 剪一个画面起来 所以我到威导中后 好那威导怎么把画面剪起来 来这个 那老师现在接到威力导演哦 好然后呢我们找个人像的 好例如说影片的哦 这个人 好把那个人抓出来后啊 你看哦 老师把它放过来 好我最常用是这个 好我就会先在影片中找到一个我自己的脸 不是我的画面 做什么呢 来截图 这里 他有一个拍摄视讯快照 截图起来 老师就把它截图起来 截图起来之后 他就变成是一张照片 当他是照片后呢 我就会丢到相片大师进行去背 然后简单的做一些些的编修 让老师可以做片头 OK这是我最常用跟相片大师的结合 影片跟相片大师的结合应用的方法 那早期其实这个功能就真的做得很好了 也就是呢这里旁边有个叫去背工具 我们只要进到去背工具里头后 透过笔刷的方法 这叫笔刷 然后呢加号 这叫快速选取 用拉框框这样拉 好以前早期是这样哦 你就可以去框选你要的物件 所以其实去背占影像编修几率非常非常高 我一直以为这样拉 然后辨识率高 就是很棒的工具了 没想到 他这个版本真的是太厉害了 他把功能改成这样 我都不知道我之后要怎么去教课知道吗 现在要去背要怎么去 来老师把他取消再一次 新版 新版变这样了 好 我现在先不选 老师先把他取消掉哦 好 新版他改成了 根本连选都不用选 怎么说 我只要进来这个画面之后来第一颗 好中文翻译有一点给他长 什么自动选取最显著的物件 好了白话文叫做自动侦测 OK 点他一下 选好 你看 光大哦 你看选好了 我都不用选 知道吗 我以前教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还可以教个五分钟 你现在按的那一颗 我这个功能只能教一分钟 请问你 那我剩下时间怎么办 对 就要再找其他功能来 凑研习实数 好 很好用哦 他这种自动侦测的逻辑是 他是AI嘛 所以他会去判断你这张照片中 谁最明显 帮你把那个明显的人找出来 这样听到老师意思吗 所以你看像这个女生被老师选起来之后 好 旁边就可以选移除选取的 或移除未选取的 未选取的拿掉来套用 他就可以变成只有这个女生的位置 解解吧 那因为老师刚才没有做其他的调整 我故意拿这一张 当我现在选起来的时候 如果他边缘修得还不是很细腻的时候 因为他颜色跟白袍 跟那个后面的背景有点像 没有关系 旁边这边还有个叫微调边缘 微调边缘 你可以进来之后这样滑 修边缘 他会再侦测一次你的边缘的部分 然后边缘他也可以加跟减 减号就是删除 把这边是删掉 这叫删除减号 那如果是加号 加号是这一颗 过来之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滑动他 去把它加起来 一此类推 所以你还可以再微调修改的 这样了解吗 好 那这个自动侦测他不是只有在去备工具哦 他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会用到这样的自动侦测 例如说来去年度我们有出了一个AI工具 好老师先把它离开一下 好去年度我们有出了一个AI工具呢 可以快速的让照片有像这样的AI风格转换 例如说我要油画风格啦 我要让他有一些不同的效果等等 这是我们在之前有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就已经有了功能了 好那例如说老师想要让这张照片变成油画 当老师按下油画之后 原则上来讲 他是整张都变油画 那我们在做相片呈现时 有时候要凸显内容 所以老师希望这两位 可以不要被油画就是影响到 凸显出来 好那怎么做 你看往下 下方其实本身就有一些选取工具 他本来就有一些选取工具 然后这选取工具呢 在早期版本中 我们一样的自己要去加跟减 去画修改你的位置 同样的只要跟选取有关的 都把自动侦测放进来了 你看他这边就有了在旁边 当老师按一下这一颗自动侦测后 来点他一下 你看做好 超快速吧 我什么都不用做欸 对那 这样我们以后会越来越笨啊 就是软体越设计越好 我都只要点一下就会做好 你看超级力 他马上就可以做好咯 所以假如是这种选取类的 那如果你还要再微调修改 例如说 老师我想要再修细一点 可以啊 你就再加跟减再调整 这样子可以再修 可以再修实 对你就可以自己再去调整 或是再减号 把它拿掉 都是可以的 了解吗 所以呢 在选取这件事情上面很多功能有相关的都加了这个工具上去 好那我发现有一个更有感觉就是在图层的部分 好例如说像这一张 好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进阶编辑 进阶编辑叫图层 它是一个图层的功能 很像是在这里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图片的编修 然后做成一个作品出来 好就是所谓的图层编辑器 好那在这个位置里头 老师先把这个背景放进来咯 放进来之后我要做什么 我想要把这张照片做选取 好在图层编辑器里面的右侧 会有像这样的一个选取工具 第二颗选取工具里面呢 一样也会有像这样的一个选取功能 好那你看这一张图 一般来讲他这个功能是选显著物件 也就是这个画面中谁看起来最清楚 当然就他嘛 他会被选起来 可是哦 如果我根本不是要选他 我要这两位 这老师要这两位怎么办 你按他哦 他会选不到 他会以为说你要的是这一个 就是他会以为你是还是要这个女孩子 知道吗 好所以我们复原哦 来Ctrl D Ctrl D是取向选取 当老师取向选取后怎么做 他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工具叫套索 你可以透过套索工具干嘛呢 先画 画框框 画框框的意思就是跟他讲说 我等会儿去背去这儿就好了 你看他就直选他们 那因为这个母虎的关系可能不是很清楚 你看我只要这个女生的位置就好 我就要框他 框起来 套索可以把他这样 对老师这样框起来 你只要把他框起来之后 在这个范围里面 他就会认为你只要框这个范围的人 他就会帮你去框这个范围的人 而且吗 所以他可以限定局部区块 让你去选取 但一样 呃也不能说颜色背景落差太大 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明显 像你看我放了这一颗球的这个图像 这个图像如果我只想要中间某一颗球就好 我只要透过选取的方式画 你看我画这个黄色的 不用真的一模一样 我只要把它框起来就好 他就会只选黄色这一个 所以这个自动选取的自动侦测功能 你可以用在任何你想要选的部件上面 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 你可以自己去框选 你要的范围 他就自动帮你做边缘的侦测 然后只是选起来 所以这个应用在很多创作的时候 选取的时候用得到 那这个功能只有下面大师才有吗 只有下面大师才有吗 威达有吗 我想他们太闲了 都我在讲话 Cue一下人 威达也有 他也有类似这种选取的方法 我们等一下在威达的中央看得到 OK 好来 所以要请他们要听我讲课 好啦 这是选取的部分 好来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物件移除功能 这我也觉得很棒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做那个影像编修的时候 所谓的仿制工具 我可以透过仿制去把我不要的地方 就是可以移除掉 那他可能会透过套锁 再加上仿制做出来 不容易哦 在其他人里是不容易的哦 好 那我们的物件移除 其实在之前的旧版就有了 但是这个版本又做了更大的强化 老师demo也是给你们看 好 什么意思呢 当我现在如果进来后 好 我们先回去照片的地方 好 回到照片的地方后啊 老师这边有一张这个车子的照片 这一张 如果老师想要把这张照片中的车子的部分不见 弄不见哦 好 来怎么做 我不用用到套锁的功能 我也不太需要用到仿制的工具 我们只要一样的到上面的引导边修 就是模组化 模组化里面呢 他这边会有一个工具呢 叫做修补跟移除 其他的老师先关起来哦 来这个修补跟移除 进到修补后啊 里面有个功能叫物件移除工具 这个物件移除 好 那物件移除工具要做什么 物件移除的话 就是你进来后 你可以去框选 你不要的 你要拿掉的 之前旧版就是这样咯 所以老师按加号选大小 然后把车子刷掉哦 我不要车车 把车子拿掉 所以老师可以这样子框起来 不用框的很漂亮 大概就好 先把它框起来 好 当老师框起来之后呢 您就按下套用 这时候他会经由处理的方式 他会去侦测周围 然后呢 把周围的影像拿过来 贴在车子上面 所以如果你们的照片中 有什么垃圾啊 电线杆啊 电线啊 要把它消除的话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试看看 好 可是你会发现 天啊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修安座会变这样 好 不得不说 之前早期的相片大师 就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他是透过 侦测边缘的方式 而这张图像呢 挑的时候是 他旁边是有建筑物 然后下面又是那个 就是砂石的部分 他在侦测时 他会连同建筑物 也算是他的来源 所以之前在用 这个功能的时候 其实是很挑素材的 你的素材的周围 尽量是干净的 单一的 他再贴上去会是比较方便的 好 但是我们现在拍的照片的 呃 张数越来越多 量也越来越大 怎么可能会 刚好挑到适合的素材呢 所以呢 在功能上 就做一个很大的增强 增强的部分的话 就做了这个叫 这个取样笔刷工具 我们可以点一下取样笔刷 他可以做什么 来 他就是秘密 原来相片大师是这样作业的 好 来 首先进来后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绿绿的 这个绿色是什么 就是被拿来贴的来源 也就是我们拿建筑物 拿地板 拿来贴在车车上 难怪这车变这样 很可怕的车 有没有 所以这时候呢 我只想要砂石的位置 盖住车子就好 怎么办呢 来把绿色变少 透过上面这个加号跟减号 所以你看老师用加号 减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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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子大一点 把建筑物这个擦掉 只留下 只留下砂石地 这个都不要 我们只留下砂石地的部分 就是等于是拿砂石来贴上去的意思 知道吗 你这样修就好 好 那他需要一点点的处理时间 因为他需要运算 所以让他跑一下下 当他跑完之后 你会发现中间的这一个区块 他只会拿砂石来盖上去 所以这样呢 在所谓的内容处理上 会更加的弹性跟方便 你看已经贴上去了 用这一块贴上去 好贴上去之后 因为这个位置感觉有点突兀 这一区不好 没关系 我想要让这一区也都把砂石都盖上去 因为这边有没有 我没有把它盖掉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下面这里 刚才的选取区 其实在这个界面中 都还可以再微调的 所以老师只要进来 按加号 增加我要套用的选取的范围 从这边这样加 我这里也要修掉 你看连墙壁这边 那树木这边都要修掉 刚好前面有个小东西 这个老师也要修掉 好 把需要盖住砂石的地方 做增强增加 然后用这一块砂石的地方 盖住右侧这整个的范围 超级无敌厉害这功能 它可以解决掉 我们之前在讲内容移除的时候 要挑素材的问题 现在就可以直接盖掉 你讨厌谁就把谁盖掉 你知道吗 非常好用 所以哦 那个合照小心 好不好 就可以把某些人盖掉 好盖完之后 老师就按下确定 你看一下 原本的样子跟现在这个样子 差很多吧 它就整个盖掉了哦 所以这个是强化版的内容移除的部分 物件移除工具 让同学们想要盖的东西 可以更加的弹性了 那也不用再受限于素材的一个呈现 所以这个工具 它不算 它算AI 它也是算AI的工具 也是经由AI的方式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物件的移除功能在升级的 好 那以上的部分它比较偏向于编修哦 再来这个是 算也是跟威力导演一样一个蛮重的功能的增心 就是图层编辑的文字渐层 文字渐层啊 一直是我们威力导演 或相片大师没有的功能 真的也蛮多年的都没有 所以每次看到像很多那种中意文字 都要需要有一些渐层啊 很弹性的渐层调整啊 还有外框 那在威力导演就有点受限 比较可惜哦 那上一个版本的文字遮罩 可以做到类似的功能 可是复杂度比较高 那终于在我们这个版本呢 在文字这一段做蛮大量的改版 做蛮大量的一个升级强化 所以我们可以在相片大师 也可以在威力导演中 把我的影像 文字的部分加上渐层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渐层工具 那这个就是在相片大师里头做的 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好 首先呢老师现在在图片 我先找一张图片进来 好 进到图片里头后 我用的是那个Shutter Star的那个素材 网路上抓的 好 我用这张照片加文字 然后等一下做一系列不同的变化 好 那这个老师想要把它改成动态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动态类型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 当老师现在这个照片挑好之后 我们到上面去 好 进阶编辑哦 到进阶编辑里面之后呢 再来 进阶编辑里 它旁边有很多的物件 可以叠加在我的照片上头 所以你们可以做一些 例如说像小图卡啦 然后做一些YouTube的缩图啦 其实都是可以从相片大师来做的哦 这个相片编辑器比较少同学会用 但是它的功能真的很强 我们进来之后呢 首先老师加一个新的文字 来右侧T T可以加文字 老师点了T后呢 点一下我可以打字 好 打完字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的文字的位置拉开 并且 好 我先把它调一下大小 好 把它这个拉开一点 它就是一个文字 来字在这边 当你把字反白之后右上角这里都是跟文字有相关的编辑器 你可以从这边点了后去编辑它 这方进来之后 来我们看一下 当我现在打了这个字了 然后呢字形都调好了哦 旁边的一些基本功 来左侧 图层位置的fx就是特效 好 请在fx上快按两下 当您快按两下之后您进来这一些呢都是跟这个文字有相关的编辑 好 我们强化了文字的外框 强化了它的建成工具 所以老师进来后这边有个叫色彩渐层 我可以自己去透过渐层的方式去调整 所以我们只要点选它的色票 快按两下 你都可以出来选颜色 确定 两下 好 出来 调色盘 等一下我的锁鞋板 来过来后 你可以点颜色 它就会吃进去 然后吃进来之后呢 如果颜色不是很明显 我们可以透过上面的边框 勾选后呢 这边支援到三个边框了 你可以加边框 呈现画面的内容 再加一个边框 边框2 好 下面这里呢 一样也可以去调大小或者是颜色 让它呈现不同的效果 这都是新功能的部分的边框 所以你要做一些综艺字啦 或是颜色的调整 它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的弹性了 好 那当我们做好了这个文字后啊 假设我如果调了一些相关的功能的时候 比如说老师再加一个外光晕 让它的光晕的部分 好 上面有一些混合模式可以用 好 我把第二层改一下吧 第二层很重 第二层的话呢 除了这些边框的增加之外 还有一个功能叫混合模式 不然你们有没有听过 混合模式呢 是指图层跟图层重叠的时候 上面的那个图层可以针对 跟下面重叠的时候 它的上面图层的变化 所以它有这一区是跟颜色有关的 比较深的 深的在上面 这是亮的 所以它有两个区块 你可以去透过混合模式去叠加 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它就会变成有点透透的感觉 跟下面融合在一起 好 这叫混合模式 好 那我们在边框中 已经把混合模式都加进来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效果呈现 当你做完后啊 如果老师再加上第二行文字 好 当我加第二行文字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刚做了那么多的功能设定 那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让第二行文字也是长得一样 好 它这边有一个新功能 也非常好用 我们只要把字摆好后 然后到这里 点上面PowerDirector这个字哦 点它后按滑鼠的右键 它有一个叫复制图层属性 复制完之后到上面去右键把它贴上去 它就改的一模一样了 所以这个也很好用 就是当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 你就不用想说我刚做了那么多功能 到底是做了什么 会忘记 可以直接套用就好 好 那套用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张图片存起来 所以我们到左下角 储存分享 另存为新的相片档 这可以把它存起来 好 那存起来要做什么 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要让这张照片会动 我们等一下让它会动 好 老师会出咯 好 那按下会出后 它会变成一张独立的照片 你也可以把相片大师的这一个 档案存成图层档 PHI的图层档给它存起来 下次可以再备用 好 先把它存一下 好 来 所以这边的是 在相片大师里面更新的一些图框 就是边框的部分 还有一些建成 都是跟我们在做一些小小的图卡 或是说在YouTube的缩图 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 那这边也蛮好用的 可以推荐给各位 好 当我老师做了这个之后 我是要铺下一个功能的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再看得到 好 那再来第二个区块 就是光线效果 光线的话在这个版本中加了三种 闪耀光线 闪耀效果 闪景跟自然光三种 那这三个光线效果做完后 都可以变成影片 很特别 所以它是动态影片的功能 但是它放在光线特效里头 好 那这三种的话 很适合我们平常在拍照的时候 你想要让你的照片有一些光影的感觉 或是一些颗粒 绚丽的那种效果的时候 粒子的感觉 都是可以用的 好 那这三个的功能 它全部都放在统一的一个位置 好 在这儿 老师先进来喔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 好 我这边拍的照片 好 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现在拍的像这样的一个 就是花灯嘛 小花灯 那因为拍的时候 没有那种闪烁光的感觉 就感觉到比较平平的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让它加工 有点光影光的效果 那这时候呢 可以到旁边去 全新功能喔 光线特效 光线特效里面有分这三种 那比较新的啦 就是在下面这三个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闪耀 闪耀其实就是颗粒 你看 老师现在加上去之后呢 好 来 这边就有很多这种 Bling bling的感觉 你可以去换图喔 你看这边好多图喔 你可以自己去换 换你喜欢的图像 然后当你点了这些图像之后喔 它可以有不同的 你可以再增加 如果你现在手动需要增加的话 那我们可以过来用自己点的 可以自己去点一些不同的图样 你看这样 就自己点的喔 上面这一颗叫自动新增 自动判断照片的高光区在哪里 而自动给予的 老师下面这个地方是手动的 自己加上去的 所以你可以觉得这边要多一点 你就可以在上面自己去画 去画它 好 那画完之后你往下看喔 我们这边的设定有分成自动跟手动 自动的部分的话是指 系统帮你加上去的 系统加上去这一块 我们可以透过强度去微调它 然后总量旋转与否 好 那还有手动的方式 这是自动的 刚老师那是手动 这是自动的 而且每个有两个不一样喔 所以这是我加的喔 这是自动的喔 就可以继续调整好 那像这样的闪耀效果 你可以加到照片上面 让照片看起来 比较有不同的效果之外 我比较喜欢它的地方就是 它会动 来你看 动态特效 这好厉害喔 你播放喔 它会动欸 老师家里有点over啦 不用加那么多啦 好不好 我故意的 因为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 它会动喔 这边可以按暂停 所以你可以有一点点的效果 放在微导里面 当成简单的开场 或是中间串场的图片 都非常的有趣喔 好 那你做完之后 你看下方这里 有一个叫做另存新档 你就可以把它存成新的 相片的影片档案 点它后 它就变成是一个影片档案 那点了这个影片档案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出 比如说变成MP4 好 存起来它就会另外输出了 所以这些图像都可以自己去做的 那像这种动态效果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有讲天空置换 天空置换 它可以放动态的 等一下老师动态会一起讲 然后呢 像光线特效的 也会有自动动态的部分 所以呢 在这个版本中 其实加了蛮多跟动态有相关的 那老师就不让输出了喔 因为有点久 好 所以这第一个 闪耀 闪耀的 好 第二种 第二种的话呢 闪景 来像这一张 闪景 闪景的话呢 是我可以针对我的照片 给予范围式明显跟后方式做闪景 那我进来后呢 这边有模糊的类型 例如说老师用笔刷 刷它 把它的闪景刷掉 这边 可以去刷 让这一个物件这个位置 好 你看老师这样把它刷掉闪景 好 它就很清楚了喔 这个位置比较清楚对不对 好 那你往下看 好 一样的下面进来后呢 你的 闪景的形状 这边可以选 就是后面 你看后面 后面这一区 有高光的地方 它就会有这种闪景的效果 好 你就点了这个闪景后 它会戴上去 然后呢它的强度啦 总量啦 都会有 同理 它也会动 所以我们只要点它后呢 好 速度快慢 老师做调快一点喔 它后面就会有点点这样闪动的效果 这很有质感喔 刚才那个是有点over啦 有没有 太多了 对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比较有质感的一种呈现方式 就是这样淡淡的 可是 还是会让人家发现它是会动的 所以那也可以把它存出去喔 来 第三种 第三种是光线 光线类型的 这个自然光 所以老师如果呢 希望呢 在我的画面中 加上光影呈现的效果喔 我们也可以点选这一颗自然光 点了自然光后 你看这边有很多的光 然后它的光呢 像下面就是会动的 上面就是静态的 这样有分两大类 你可以自己去挑喔 所以老师如果点了一个光 带下来后 这个光的位置 您都可以调整喔 往下看 这里调整范本移动 好 另外呢 我也可以让它有淡入淡出 柔和啦 亮度对比等等的 好 最重要的是 您把它调完之后 它也可以有动态的特效 那动态特效的话 你要去找一下这个 它的效果要动态型的 这一类型的如果你加进来后 它下面这个动态特效就可以用 跟特效有关 所以你播放的时候 它也会动 这样了解吗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三种呢 都是我们在光线的部分 所增加的新工具 蛮有趣的 那主要是提升你照片 尤其是晚上拍的那种质感 我是觉得还不错喔 好 来 下面大师经理怎么那么多啊 好 我还没讲完 再等我一下下 好 最后最后一个是我 还蛮有感觉的 来 看一下 这个 有看到这种影片吧 好 我印象中 我之前YouTube上面 蛮多人在问我的 这个就是影片随着音乐的旋律 而变更特效 那这个功能大部分是在AE 老师都是教AE的时候 教学生怎么做 但我发现呢 今年放进来了 就是这个新工具 用音频节拍效果 创建动态相片 新功能 全新功能 很好用喔 我一定要把这交完才可以下课 先不要过来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具 好 这是什么功能 它真的很厉害喔 它套用在天空置换 光线特效 碎片跟动态相片都有 所以刚才老师讲的天空置换 你看一下天空 天空置换最下面有一个音乐 老师没有点 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让它 有随着节拍而动 或者是光线 刚才我们看到那几个光线效果 它也有 好 碎片是这个 碎片特效 其实我们在上一版就有了啦 可是这一版的加了音乐进来 还有动态相片 也通通都有 来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带 例如说 老师现在呢 刚才有做了文字 我们刚不是有做了一张文字吗 然后呢 也放了一些人物 好 例如说我这边有去找了一张人物 这个拿在威导 我看到这个例子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做好了一个音乐跟威导的一样 然后呢 我就可以放到威力导演里面 在播放的时候 它就会有那个节拍动 那个效果就会出 它可以两个混搭 好 那老师现在呢 进来后 例如说 来 我们找这个 这一张好了 我刚刚是原本用这一张 好 我们用碎片喔 好 碎片在上面的引导编修里头的 动态特效 有一个碎片 记得在动态特效里点它 好 进到碎片里面呢 碎片功能是什么 我可以让这一个人物的边缘画一下 好 这样子 它会有那个碎片打出来 所以我们按套用后就好 这个线段它就会有那种细碎的碎片 那碎片的形状在这儿可以改 方向在这里 看你怎么那个闪的 闪出来的 所以它的扩散方向 还有它的扩散的值都可以改 这边飞溅的程度都有 好 那再来 当你增加好后 它其实启用动态特效 它就会动了 你看就这样 它会动了 好 那它会动之后 老师这边就可以调 速度快慢 这是我们上一版本来就有的工具 我承认 对吧 这是我们的动态相片 就是碎片那个功能 可是呢 今年把旋律功能加进来了 所以你看下方这个叫背景音乐 只要你看到天空置换 然后动态相片的那些功能 有这个音乐的 都是一样的功能 你点点点点 老师点进来之后 你看这里 它有很多内建好的音乐 我可以点选 然后你可以找这种主旋律重的 明显的 点了它之后呢 播音乐 你看 跟着节拍走 对 但是这个节拍不能够 由我们来决定 它是预设的 可是预设也很厉害 知道吗 看起来也很厉害的 好 那老师射完后呢 我就按一下 这边可以再调故障 那个闪动感 有没有 那是我们新的功能 叫故障 好不好 故障不是要坏掉 是它的功能 你可以把故障拉大一点 它就很明显 对 那你主旋律 如果找的比较 就是懂懂懂的 一点的 比较明显一点的 效果 很棒 好了 我们就按一下确定 好 确定之后呢 记得要把它存成 另存心的 存成 这里 影片档案 你只要把它存成影片档 后我们这个效果 就可以拿到威力档案 里面来使用了 所以呢 在今年这个版本中 它其实加了蛮多 像这一类的动态型的 包含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天空也好 智患天空里面 它也有动态 只是老师刚刚 因为时间关系 还是要快一点的带一下下 所以你看往下看 下方这边一样会有 拿下来一下这一区 你看这边也有 你套进来后呢 我们有没有选到动态天空 我只要选了动态的功能后 它下面就可以让你去 变成动态的 这个 你要套这种动态天空 这不适合啦 往下看 来 这边就有背景音乐 然后它就可以 天空的设定都会有 所以它有三大 四大功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动态效果 所以这是在相片大师啊 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觉得它的 改版的内容 改的真的非常的多 而且很细腻的小工具 但是呢 主要的重点会在于 虽然它功能都很多 但它都是帮助我们 平常在编修相片的时候 可以比较快速的达到 我想要的东西 按一下 点一下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呢 在功能上可能同学会觉得 哇好像很多很多 其实如果你真的平常有在用的话 你会很有感受 觉得它的更新 虽然都是不同的小功能小功能 但凑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好吧来 我讲完了哦 好不好 我们相线大师的部分 这一段有没有问题要问的 到目前为止 好像线上都有回答完了哦 嗯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学生在睡觉耶 那个老师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好不好 好 好 那个我等一下会问大家一个问题 然后问完问题之后 我会请小编下分隔线 第一个回答的我们会送礼物 只有第一个回答的才有 所以大家要专心听哦 OK 好 那小编先帮我下分 欸分隔线完 大家不要偷跑哦 好小编帮我下分隔线 好 请问 刚刚介绍相片大师的功能 你最喜欢哪一个 好紧张哦 最喜欢哪一个功能 闪光 好 恭喜Elizabeth 得到我们 欸我们今天要送什么 对对对 我们今天奖品 奖品啊 对我们会送的奖品是 这个威力导演的APP iOS或者Android的 你可以选一个你用的手机 90天的序号 然后我们等一下小编会跟那个Elizabeth 嗯 私下联络哦 就是 告诉他说怎么去兑换这个 OK 哦 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耶 哦 所以大家要记得哦 老师等一下 上课中间可能 不定期的会 抽吻跟下分隔线 所以 这个是给大家一次这个 空击警报 做做练习一下哦 所以恭喜 然后 谢谢老师上面很精彩的介绍 其实我们讲很多都是跟AI相关工具 不管说 AI去背啦 天空置换啦 或者刚刚这个节拍侦测去加背景音乐啦 闪光特效等等 其实都非常酷哦 让大家就是不用有很高深的相片编辑的经验也可以编出很酷很炫的照片哦 所以上半场其实老师都是以相片大师为主哦 那我们等一下呢会休息10分钟 现在是3点16分 我们休息10分钟之后会进到下半场 所以我们等一下是3点25分的时候回来 好不好3点25分回来 那我们现在进入中场休息10分钟 那中场休息之前容我再提醒大家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这个 我们今天呢有线上 而且有人在问说 创意导演365不好意思 三井因为线上卖到断货 所以现在库存是零 那如果想要买创意导演的呢 礼拜一三井会重新再上架一次哦 礼拜一之后可以去买 那买的呢 那你买的方式有两个 一个是透过我们这个QR Code到三井的线上商店购买 那第二个呢是在台北台中高雄的特定的三井店面 都可以做购买 我们在这个通知信里头有下连接 购买的呢 我们还有满额里哦 如果你今天购买是超过2000元 我们会送一台FutureLab的给造机 单价499 你买2000块就有499的这顶 那如果你买的呢 是超过3800元 OK 会再另外送一个 会得到一个这个FutureLab的负离子空气清淨机 所以这个大家数量有限 预购重塑 我觉得我讲太多了 我们休息长一点好了 我们休息到三点半回来哦 那大家现在可以去休息一下 喝口水 那记得等一下可以填写我们的这个线上问卷 那我们在最后呢 会有个抽奖时间 再次给老师掌声鼓励 来刷牌花 刷牌花 刷牌爱心 刷牌爱心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三点半见 等会见 好期待 接下来 好期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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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很好用 好 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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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个 我也我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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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为你的影片其实颜色够丰富了 你的字要凸显不容易 所以你会发现网路上 或是你看到人家的影片 大部分要么要有底色 不然就是多层外框 多层外框的好处就是用外框去隔开 你中间的文字凸显它跟背景的不同 就是你的颜色图片的部分 所以你只要用外框就好 可是有时候一层外框会感觉太薄 太弱不太够重 这时候我们可以加多层外框 来怎么加 威力导演支援三层外框 有支援到三层哦 跟相片大师是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点了加号 第二层进来了在这儿 你看这也很棒哦 我就可以选第二种跳色 好黑色 然后再给它大小 OK然后再跳一个 再加一个咯 好再让它变回浅色 您就可以做很多种 不用不同的变化了 好老师故意给它不同颜色哦 您可以看一下 好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二个我让它变黑色 然后第三个让它变浅色 看一下这里 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三层的外框 一二三 OK 这就是现在很常见的一种外框的呈现方式 那很适合用在影片中 因为要凸显文字嘛 它有支援到三层 那你不用到 就是你要多少层自己决定了 好不好 就可以自己去调整它 但是要注意 当你外框越大的时候 字跟字之间的距离 如果没有把它弹开 调开来在这儿 字跟字之间的距离 如果字距没有调整开来的时候 那有可能会产生的状况是 字会叠在一起 像这样叠在一起 但是我个人觉得叠在一起是蛮好看的 就是它叠在一起 又创造出不同的效果的感觉 其实我也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新版中呢 以一个很大的改版 就是在文字上面加了像这样的一个效果上去 那你在呈现的时候会很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这是在文字建成上面的一个加工 算一个蛮大的工具哦 在文字上面 好 来 那有了这些功能后啊 主要是在静态啦 这静态的部分你可以去玩它 做一些艺术字的呈现 好 再来 建成这件事 除了在文字之外 我们同时间也加在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色版 色版各位知道吧 色版其实就是我们在影片剪辑的时候啊 常常需要有个背景 那一般背景很多黑色嘛 老师如果现在想要有个色版的话 来到第一个媒体工坊 媒体工坊里面的媒体内容有一个色版 好 早期旧的版本的色版全部都是单色 然后呢 更早以前就是颜色连改都还不能改 然后我们中间的版本变成 可以改颜色太棒了 然后到这个版本开始连建成都进来咯 所以同学们可以在这里找你喜欢的建成 例如说我按这个按托放 好 它就会有建成背景 OK 那不是只有让你内建这么多组建成背景而已哦 我们让您的建成背景都还可以变更颜色 所以呢 跟刚才的文字一样 只要点选变更颜色进来后 在这里的建成 线性建成跟放射状建成都可以用 还有建成停注点都一样 同学们可以点它后更改 改成你自己喜欢的建成色彩 都可以自己去调整 然后建成方向 好 透明度这里 都可以再去微调的 好了 后按确定 然后这个建成哦 做完后如果你很喜欢 还可以存起来变成范本档 下一次继续使用 所以你可以按下另存新档 好 这边是我的建成 按一下确定 好 到老师存起来之后哦 来关掉它咯 确定 好 上面的地方呢 因为它是照排序的 你找一下应该就会看到 你自己所做的制定建成 你只要有做制定的 它就会放上去 了解吗 所以这边还有一些分类 制定的 自己做的 然后呢 或者是单色的 或是建成色彩 这边都有 所以这也是在建成色彩 相关的引用的部分 让我的色版也加上 那么多的建成 好 那你可以去做 很多种不同的变化 这个真的改得很有feel 知道吗 因为以前我如果要做建成 我都还要到其他软体 然后做完那个色版后 再放进来当背板 它现在直接就已经内建在里头了 我们所有的工具 在微导中就可以完成 不用再离开其他地方 所以这是在编辑工具上的强化哦 我们可以把它学一下 来 那色版的部分 跟文字OK了后呢 再来就会比较偏向于 它要讲进阶吗 好了 也算 或是说再难一点点 再深一点点的 好 如果你有在 使用我们的威力导演剪辑的话呢 好 有一个功能 它叫时间轴标记 什么叫时间轴标记 来 时间轴标记 这是我自己在剪片的时候 很常用的 例如说我在这一段影片中 那例如说我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好 老师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要加一个mark 让我知道说这个地方 我等会可能需要加文字 然后它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对齐线 我们通常呢 都会在时间轴上 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这一颗 加入时间轴标记 点它 好 它这边就可以打 那通常我都不打字 我就很偷懒 那我会改颜色 这也是新的哦 之前都没有颜色 全部颜色都一样 它现在有新的颜色了 你就按确定 它会有个标记在那儿 标记的好处是什么 它可以让我知道 我这个地方要加东西 可是以前早期版本的问题在于 标记是时间轴 所以在时间轴中加了标记后 我的物件如果有改动 例如这样动 它不会跟着动 不会 它就在时间轴中的绝对位置 它不会跟着动 所以如果我在剪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好像没有比较好用啊 它就是加那个位置 我的物件一动就不会跟着动 好 来新版哦 新版做什么 标记不再只有时间轴 有片段标记了 片段标记哦 就是我的影片的标记了 你在影片上哦 记得要影片上面哦 按滑鼠的右键 好 这边会有个叫片段标记 新增片段标记点它 好 那一样的给个图案或文字 确定 我这边有个标记咯 好处是什么 移动的时候 标记会跟着动 这个好有feu 我觉得哇 这个功能改得超赞的 我自己很喜欢 剪片的时候 我都要用标记去做对齐 好 那这里改版上面呢 除了你的标记 会跟着动之外 还有一个也很棒的 在所有的 应该讲设计师里面 标记也跟着过去了 我们以往以前早期 做的那个标记哦 到 例如说到 磁模画面设计师 到关键画格的 那个调整的时候 你都看不到这个标记 就是白标了 你知道吗 你在你的时间轴标记 其他地方都看不到 很可惜 它现在已经带过来了 你看 你的时间轴标记 也会有 那片段标记也会有 它两边都把它带过来了 所以带过来后 你看老师这 老师你有标好咯 如果我点这一段 来快两下进去 我们进到子母画面 你看 时间轴标记 片段标记 它都标进来了 它会跟着过去 好 那如果我在这一段影片中呢 加的是 关键画格 你看往上看 都带进来了 所以它的 细微的增加功能 会让我们在做影片 编辑的时候 更加的顺手 这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工具 等一下我们小例子会用到它 好 所以这是新的 界面的改版 就是编辑标记的部分 好 来 那编辑标记呢 会比较偏向于在 自己剪辑的时候的应用 好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 那个强化功能 强化工具就是 我们早期旧的版本 有一个叫形状设计师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印象 好 形状设计师在上一个版本出来的 在这儿 它在子母画面 子母画面里面会有一个形状 好 形状就是那个 Motion Motion就是移动动画 好 形状型的移动动画 就是MG动画 然后Motion Graphic的MG动画 那我可以在这里呢 例如说老师点它 它这个有很多嘛 对 很多的效果 你可以直接拿现成的 或者右上角 很小哦 这一颗 我可以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形状 好 这个形状 那老师建立了这个形状后可以做什么 形状呢 你点它 它可以是画形状出来 好 你看旁边增加了21种哦 21种全新的这种形状 好 那这个形状可以做什么 来老师给你们看一个范例 但我今天不打算教 因为我绝对教不完 好 来 哪一个范例 一个 做好的哦 好 好 这个范例是用威力档做出来的 OK 全部都是内建特效 从Shutterstock拿进来的特效 好 那你刚才看到这个例子里面 老师把它放大一下 来 我先 好 前面这两根有没有 就是形状 这两根就是形状做出来的 所以我做了什么 我让形状进行 就是关键画格的移动 好 那再来呢 中间那个小方的黄黄的 这个是什么 也是形状 我透过形状让它加上转场特效后 可以这样子快速的出来 我跟你讲这个例子出去 每个人都说A1 没有 威力导演 就可以做出 而且很简单 但我今天不想教 好 再来 然后下面这一个字 Power Director这个字怎么出来的 你看哦 它会从中间跑出来哦 好 这是什么 文字遮罩 也是遮罩强化工具 通通都是20里面有的功能 好 那这一段做完之后 最后那个离开有没有 很神奇哦 很神奇哦 离开很漂亮吧 好 离开是转场特效 威力导演20的转场特效 真的有够厉害的 它有好多好多很棒的效果 可以搭配在我们的动画里头 等一下会看到了 等一下会看到 好 那下一个画面 这个声音 刚才那个这样闪一下 没有 那是新的转场特效 它叫做异常 很好笑的名词异常 它这样分开 其实刚才在那个 笑面大师也看过它 笑面大师的里面叫故障 就是刚才那个 随着节拍动的时候的效果 那这边的话是动态遮罩 动态遮罩功能 加平移跟缩放做出来的 也是进阶功能 最后一个这个是 这算内建吗 应该不是 三六五里面的 是内建的吗 它是内建 不是三六五的 应该是三六五那一包吧 有一包是三六五的 下载的 对 三六五下载 下来的 它是一包那个 动态图形 对对 它是动态图形做出来 聪明 好 来 这个例子 我要讲很久 没有啦 但是这个例子里面 用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形状 老师用了非常多的形状 去做motion graphic 做出来的效果 所以你看 形状在这个版本中 加了21个 所以我刚才用了什么 我用了这一支 我用了这一个 我也用了它 然后我用了一个实心的 然后我用了一个外框形的 都是这两个物件去兜出来的 好 好 多少 然后除了这种空点之外呢 在不同的形状中 像这一种它有点点的扭曲 有点弯曲的 扭曲的效果 然后我们也是透过这种空点 去调整的 所以让你在使用这些效果的时候 很简单 你可以自己再去做细微性的微调 所以透过它的空点 黄色的就是空点 但不是每一个形状都有 像是这个 这两个就没有空点 你就可以直接调 那这个空点就有两个 因为它是箭头嘛 所以它的形状空点会不太一样 那这些都是在21个形状里面有增加的 这个就提供给同学们参考 如果你想要做Motion Graphic的时候 这空点是非常的好用的 空点的部分 来 那这个是21个新的 所以进去的方法在哪里呢 在这儿 你只要想要是做自己一个新的 你就点上面这里 建立新形状 好 点了形状进来后 来 这边 我们可以去找旁边这些形状 例如说老师用这一个例子 往上拉 往下拉 好 再来呢 我不要有它的外框 我拿掉它 并且颜色 颜色部分 我们这边可以去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你选了颜色后呢 我们还可以加上它的透明度 我有加了一些透明度上去 OK 好 那我要让它移动怎么做 移动的话是第二颗关键画格 在关键画格里可以让它移动 所以我的例子我用了位置 一开始的时候 例如说在这里 好 那我们就在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好 动一下 它就会过来 OK 在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再动 好 我动了三个点点咯 所以这时候我们移动的时候是这样 它就有这种效果 速度快慢 有节点来做决定 好 完成后确定 它就是一个MotionGraphy的功能 那再跟你的物件叠加在一起 所以我就把它拉下来后去呈现 它就会动 而且吗 好 这是形状设计师主要的功能 除了当成是背板的方式之外 它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拿来做一些动态的效果 老师刚刚的例子 等一下我会开完整的画面给你们看 我是怎么做出来 那个内容的部分 好吧 来说我们先介绍一下形状咯 好 那除了形状之外呢 部分形状的套件 目前呢跟文字一样 动态图形文字一样 已经可以套色彩了 可以加颜色上去了 所以像是这一包 社交动态图这一包 如果你有到网路上去下载的话 来 我们在这里 老师又有下载了 好 这一个套件里面 365的套件 它里面有做了很多像这种物件 很可爱的 你可以直接加在您的影片中 像是按赞啊 小铃铛啊 开启啊等等的 老师如果用了这个小铃铛 它的小铃铛的颜色 你看是预设的 我也可以宽量一下进去 不是每一个模组都有 但有些模组性可以改了 我只要进来后 在这里 确定 你看左侧 群组一缸二这两个 我可以点选它 换颜色 好 这边点了它后换颜色 都可以直接的去修正 一样的放大缩小 或者是 如果我们要有一些 效果的时候 你也都可以去 其他的地方 加上它的移动路径啊等等 都非常的有趣 确定后呢 你放下来 它就会像这样的一个动态效果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形状中的加强 希望呢 以后大家在使用这些形状的时候 不要再像早期的版本一样 都是被限制住 被框住 现在开始慢慢的新的模板 都可以加上去了 非常的好用 来 再来的话呢 这些都是比较偏向跟形状类型有关的 好 有一个蛮厉害的功能 就是刚才老师那个例子里面的遮罩 遮罩 遮罩我知道在微导中算是蛮进阶工具 然后会用到的同学真的不是很多 我在教学场域我看过 会用的人真的非常的少 好 那强化遮罩功能意思是指 遮罩的好处就是 我在进行我的呈现的时候 它可以让我局部显示 它可以遮住某些物件局部显示 好 那遮罩功能在一个地方 它叫遮罩设计师 遮罩设计师里呀 你看 我可以把遮罩放在文字 绚立物件 形状上 都可以加遮罩了 好 怎么说 例如说你看哦 老师如果现在呀 做了一个文字这个 然后文字在呈现的时候 我用工具的遮罩设计师 好 来 你看一下 我可以让局部显示哦 这时候老师用圆圈圈好了 圆圈圈 你会发现这个圈圈就是遮罩 你看一个框框 它就是遮罩框 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 来把它放在旁边 我可以透过遮罩的方式 来进行keyframe这里 所以老师进来后呢 可以点选位置比例好了 好 一开始在这里哦 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移到边边 好 在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下来 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过来 好 你看一下 框框中就是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当我在进行播放的时候 它是这种效果 就很像看照灯一样可以局部的显示 这个叫遮罩 所以遮罩用途非常的广泛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出很多很多很有趣的特效的效果 它都是跟遮罩有关的 好 那在这个版本中的遮罩有强化了 所以它已经不再只有放在像是以前早期是影片中嘛 或是照片中 现在的遮罩也可以放在物件上面了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字 那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形状通通都可以用遮罩了 甚至于呢 文字里面还有一个遮罩功能是藏在里面的 来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刚才那遮罩拿掉 文字比较复合适哦 它里面有两种遮罩 一种是框框形的 第二种呢是 好 我们进到文字中 在文字里面的左下下也有一个遮罩 可这个遮罩不会动哦 这个它有一个文字遮罩 这个也很好用 超强的 怎么说呢 老师希望这个字呢 从下面浮上来好了 从下面这样浮上来 好 所以这时候我只要对好 OK 好 那我们先做移动路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下面来加一下 在下面哦 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飞出来 OK 这样就好了 好 那你现在看哦 它是这样而已 有没有 就这种移动的效果而已 这样移动而已 好 我要让它从中间浮出来 就是我们到下面讲 找这个文字遮罩 显示文字遮罩功能 这个遮罩呢是在文字中 但它是不会动的 它就可以去限定 你要显示的范围 限定版 像这样 好 摆好咯 来 拨 拨 这样这样 那我摆的比较高 太高了 所以你在调的时候 你可以让它下 可是下一点那个字就会砍到了 这样 拨的时候是这样推出来 这就是局部型的遮罩 两种 在里面的文字遮罩是固定范围的 在外面的遮罩设计 是让文字可以有不同的范围可以调整 这些都是强化的工具 那遮罩因为它比较进阶啦 所以老师可能这样讲 有些同学会听不太懂 因为你们对于keyframe或者是对遮罩没有很基本的观念 这次是进阶版的 给一些平常就已经有在用遮罩的同学 更有不同的创作的一些内容 就是比较偏进阶型的遮罩的部分 好 来 那遮罩强化呢 在遮罩里面呢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在相片大师里头的自动侦测 还记得吗 自动侦测 来 我们这一次把自动侦测功能 也放到遮罩设计师里了 例如说你看 老师现在用一张照片 他只能用照片喔 他用照片我想要挖洞 挖出这个女生的样子 这时候我先用自动侦测挖出来之后 它会变成是一个遮罩框 那以后我们的物件影片就在框里头呈现 这个很常见啊 像例如说产品logo都用得到 你可以用logo呈现 然后你的影像就在logo里面跑 也是类似这种效果 所以它是用影像的 就是照片类型去抓位置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做 好 这边的做法也是 我们回来这 好 进来之后呢 老师先找一个影片 对不起 要照片 老师用这张照片 那他的自动侦测功能也很快 你先找出他的框框位置 所以做法是先点了他后 然后到这里 遮罩设计师里面 在遮罩中呢 我们先用笔刷 好 透过笔刷本来是自己去刷 现在不用了 用自动侦测来点一下 就侦测出来了 侦测出来之后 它只是个框哦 记得 你就按一下确定 好 然后呢 它就跑到旁边去了 有没有 这里 好 出来后呢 它只是个框框 我们只是要做框而已哦 就取消它 取消它不要咯 它已经做好框框了 这时候你把你的影片拉下来 影片 好 在影片中 加上遮罩设计师 把刚才的框 套用在这一个遮罩上 就这样 所以你播放的时候 在遮罩里面会有这种效果 对 那你看我这边有做一个反船 如果你有去海边玩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这种反船的效果 播的时候就反船 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keyframe哦 让这一个反船会动 或是让这个人会动 所以老师可以在这里 例如说缩小 好 自中 好 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放大 所以记得味道一定要学keyframe哦 它真的很重要 来 播一下 像这样的效果 了解吗 好 这是AI型的自动侦测工具 它应用在威力胆的遮罩中 你可以做比较多的不同的变化 好 所以这也是比较偏进阶的工具哦 比较进阶型的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相片大师里头 有个叫AI置换天空 好 在微导中也可以换 你看一下 这是我做好的作品 换好的 像这样 好 可以置换天空的 好 来 那置换天空怎么做呢 好 首先我们回来 你可以先去找一段影片 那这种例子一定是要你的影片是有天空的啦 不然你是要换什么 对不对 一定要有天空的 好 所以老师拿这一段 海边录的这个 好 那接下来怎么换呢 点了它之后呢 到上头有一个外挂程式 这一颗 在外挂程式里面有一个叫做置换天空 这里 然后记得哦 相片大师置换天空 是换照片 威力导演 置换天空 是换影片 那微导没有换照片 置换影片 记得一下 来 那我们点了它进来之后 这一颗 好 我按到广告设计师 这商业版才有的哦 来 进来后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置换天空 那方法其实蛮简单的 但是因为它是 有类似我们之前 那个AI功能的关系 它会有点泪格哦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下来下面这边有很多已经预设好的一些天空 您可以用可以直接套进来就好 所以呢 假设我找一个例子哦 好 我们用这个 点它后 然后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下 我们在套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第一个 就换天空你点进来后 第一个选取来源在这里 你可以去选你的来源 那来源的话 我刚才已经是 放在那个媒体素材区了 所以我们点这一颗 媒体工坊汇入进来 你可以去找你的素材 解决吗 好 那你找了这个素材后 按一下确定 第二个动作 这边就可以选你的天空 你要换成哪一种的天空 好 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天空 它就会套上去 套上去之后 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换掉了 但是因为它的天空没有这个 黄昏的感觉 就会比较奇怪 前面有个前景 你可以调一下下 你的前景的变化 对 然后这里的预览 你要小心 因为它是AI 所以它需要一点点的运算时间 然后你在预览的时候啊 你如果按播放 你会发现它怎么还是原本的 它预览变成你要按这一颗 下一个画格的方式 去看它的套用 因为它需要运算 会花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在套用上 可能要小心一点 马上预览是看不到 你要按这一颗 按一下画格 它会预览给你看 按一下画格 会预览给你看 这样OK吗 比较辛苦一点点 然后天空淡化一点点 不要那么重等等的 你可以自己去做强化 好了 后呢 就可以按一下开始转档 那它转档真的需要一点点时间 你要让它跑一下下 因为它要进行算图 然后你的影片越长 它需要的时间就会越久 但是因为它是影片 跟刚才相片大师不一样 相片大师在换的时候 就会比较快嘛 这边它会是比较久一点点 所以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等它 但它做完之后 就让你的影片的局部 这一段是天空的部分可以换 那如果不想要诊断 你也可以先剪掉它 剪掉它之后 再把你要的一段一段 放进来去修改它也OK 所以这是利用AI的方法 去置换天空的方式 好 新功能非常的有趣 那老师不跑完它好不好 不然它聊很久 好 先把它停掉 好 来 那这是置换天空跟AI有关的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重新定义影片 它的意义是说 在这个版本真的加了好多的转场 好多的影片特效 所以老师在制作的时候 我很喜欢一组东西 推荐给各位 转场我超喜欢它的这一区 有一个叫几何图案 不想你们有没有 好 这个几何图案 我很喜欢这一组 因为这一组它里面有好多很炫的效果 像刚才我们的移动啊等等的 老师都是用这一组做出来的 我很多的Motion Graph 我都是用它做的 然后除了这一组之外啊 文字 文字的话我也推荐你们去装这一包 这一包也好好用 这个简约风格文字范本 我超爱用它的 像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这边抓出来的 我今天的影片所有都用它做的 那这个也是365里面所附的一个套件包 你只要装了之后 直接下载来使用就好了 好 那最后老师刚才的那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没有很难哦 来 这个动态素材 这是昨天晚上弄的 那想要说介绍一下 不同的功能上的差异性 好 你看刚才那一角断了一片 看起来很可怕吗 其实说穿了没什么 还就这样而已 好 前面的地方呢 老师这里 好 这个很好用 这个新的哦 就是异常 这个转场好有趣哦 来拨一下 等一下 老师把它缩小一点 这个 好 前面的地方呢 其实我只是放了一小段的背景在后方 然后呢 上面这里 这两个地方你会发现老师用了非常多的转场 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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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场真的超级无敌厉害的 也就是平常大家以前对于转场的想法都是 啊不就是破碎 溶解 还有什么 百叶窗 对不对 对 就是大家认为最常见的转场特效 没有 你知道威导转场真的好厉害 像老师现在这里 我用了这个 就是它可以突然不见 就是向左右伸缩这个 这就是刚才那个几何图形的 它可以让我的物件哦 像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马上这样散出去 是它哎 然后再来这个框框 本来是一个形状有没有 它为什么可以这样跑出来 原因是因为我用了这个 插去 用插去的方式 它就会慢慢的好像一笔一画画出来一样 很简单 对 它就只要用一些转场就可以做出来 然后后面这边也是用转场 所以呢 向老师 刚才在介绍不是有一个片段吗 有没有印象 声音 我拉了声音进来之后 我找出这个声音的中断点 你看这里我有加了一个片段的 所以我在这边找到中断点后 我在剪片的时候 我只要对到它 让这边影片切掉 影片切掉 我就可以找出声音的重音的节点 然后呢 在节点的地方加转场 让它转过去的时候就会很漂亮 所以呢 你们要多善用声音 声音的节点抓出来后 再加上 转场的应用 跟一些头尾的处理 其实影片真的就很简单 那这个例子我本来想要今天交 但我做完之后我发现我今天交 我一定是疯了 因为我交完了之后 我们可能再加个两小时吧 知道吗 可能没有办法 所以老师就大概介绍一下说 其实威力感他能够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很多 那看到现在你就会发现 以威力导演来讲 他的功能面上头 其实加了很多的在编辑中再更进阶的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初学者 那你第一次听我们的这一场的研讨会 你就会觉得说 哇 老师怎么东西这么的多 而且都好难的样子 原因是因为 因为影片剪辑在这么多年来 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剪片 那都会剪的后 都会期待是比较进阶的工具 所以呢 在威力导演里面 不管是文字的强化 遮罩的强化 形状的强化 其实都很多都是在进阶功能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常需要剪片 你会发现 威力导演这一次的版本的改版 真的会让我们在剪片上的效率是提升的 我自己每天都要剪片 然后每次都是用威力导演 我都会觉得 哇 每次用都让我有惊喜的感觉 所以呢 介绍给各位咯 好 我的部分到这边 结束咯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老师 有掌声 真的超精彩的 刚老师边讲 我在台下那个电脑 一直开 用到现在没电 一方面是我在跟那个 一些user在哈拉 在回问题 然后一方面 老师每个功能 我都一直在那边试 比如说那个 多层外光的字 AI天空置换 还有老师也分享 很多遮罩的小技巧 其实我们有一句句话 讲说这个 遮罩用到好 影片剪到老 遮罩是影片剪辑头 非常重要一个功能 那你学会这件事以后 你其实很多case都可以用 遮罩来处理 对 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的精彩的讲解 那我们还没有结束哦 线上购物的话 这个 透过三井这边的线上商城购买 或者到三井的实体店面 大家可以看email里头的详情 那都有八折的优惠哦 那再来的话就是满额里 2000元有给造机 3800元有空气轻轻机 我们离我们皮质机有点远 因为它那个反光 我们都看不到 对对对对 我们已经有点老了 两个都要一块好可怜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对我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大家麻烦刷一排订阅哦 那如果大家真的等不及呢 我们现在官网上面也有1111的九折特价 马上买马上拿到的 如果你要买下载版的话 也可以到 到我们的官网做购买哦 那其实真的 这一版的威力导演真的进步非常非常多 如果大家很喜欢剪影片的话 我们收集很多的这个大家的反馈 改进了很多功能 这边是我们一些这个购买的方式 如果线上的话 就是扫着QR Code进三井商城 然后如果是实体门市的话 可以到台北巴德店 台中的NOVA2店 还有高雄的建国店这边 那请跟这个负责的人员联络 或者透过电话联络说 你们要购买威力导演的这个 研讨会的专案哦 那去购买的时候 如果实体的话 第一个请出示一下你的这个报名的email 给他们说 我是参加这场活动 第二个很多人在问 5倍券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如果是数位绑定的话 请你用数位绑定那张卡来做结帐 一放券不行 对一放券不行 5倍券反正就是用数位绑定那张卡来做 那如果是实体券的话 你就可以用实体券来做购买 好那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参加 也谢谢老师 感谢老师 那希望我们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可以很快 希望明年春天就可以翻实体了 哎你说的哦 我希望啦 希望希望 对对对 因为台湾现在状况还蛮不错的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加 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